CBA的常规赛继续进行 广州队大战浙江队 最终 广州队以113比104击败浙江队 数据方面 浙江队的拉克赛围棋12分12篮板 4抢断3盖茂 朱续航12分 王一博8分 陈帅彭11分4篮板3助攻 陆文博13分 刘泽16分6篮板 王仔路7分 广州队的李延哲10分3篮板 郭凯22分9篮板3助攻2抢断 梅森34分8篮板 15助攻5抢断 陈寅俊18分8篮板6助攻 铸明镇20分3篮板 六光阳5分 这样的比赛 对浙江队来说 比赛输掉了 还是很遗憾的 甚至可以说 这是很多人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 这并不是说 广州队不强 只是说 如今的广州队 还不是浙江队的队伍 还不是浙江队这种级别的球队 所以对广州队来说 一度已落后不少 但最终 他们还是逆转取胜了 这背后 第四节一波17比0 也是超级精彩了 对球迷们来说 对此也是心智肚明的 因为 若不是这样的一波小高潮 对浙江队来说 比赛肯定是尾赢了的 只可惜 广州队出其不易 让浙江队遗憾了 对浙江队队而言 发挥最好的球员 是替补出战的吴钱 这样的比赛 吴钱出战37分钟 投篮21中11 3分14中8 罚球5中5 砍下35分7助攻的数据 这样的吴钱 这样的表现 的确很厉害了 而且从比赛一开始 吴钱就展现出超强的攻击力 以及很好的进攻欲望 所以呢 吴钱砍下的数据 也是极好的 这样的现实 证明了他对这场比赛的重视 只是遗憾的是 吴钱发挥很好了 但他得到的帮助并不多 所以呢 球队还是输球了 还是被逆转了 如此局势 也是让人感觉很遗憾 同样的 强如吴钱 也是无奈的成为了一场空砍大王 这样的一种情况 对吴钱来说 碰见的机会并不多 因为浙江队是强队 但这一次 则是碰到了 同样的 这样的输球背后 浙江队也暴露了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 外线群的伤病问题 这场比赛 陆文博又受伤了 同样的 对浙江队来说 王一博 城帅鹏等运动员 似乎也是遭遇过伤病的困扰的 伤伤停停 有时候缺少的 并不只是一名运动员 还有磨合的稳定性 球员状态的保持 等等 这些现实 都很值得关注 但不管怎样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浙江队后卫群若是保持健康 且状态稳定的话 放眼整个联盟 也是没有对手可以接招的 只可惜 有时候一些大大小小的伤病 对比赛本身的质量 对球队本身的实力 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这般现实 也是浙江队不得不思考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 无前坎35分7柱仍输球 浙江暴露最大隐患 外线群的伤病太恼火 不管怎样 对浙江队来说 保持健康的话 他们可以是总冠军的热门球队 若不能的话 则很难 所以 对他们来说 需要在保持球员健康上动脑筋了 同样的 我们也希望 陆文博的伤病是小伤病 很快就恢复了 在几百年代的粘气 没关系 有尘寶 注意 转账 转?